一位年轻的朋友留言说在体制内上班预算二三十万 想买一款家书车 父母推荐买ES200 他提到了说单位有出电装 我觉得基于你的使用情况 我觉得可以优先考虑一些差点混动车型 比如说BRD和DMI 这个价格可以买到121公里版本的最终型 首先买这个车没有固执税 能省点钱 加完保险之后 基本落地差不多在24万左右就足够了 这个车的优势就是我可以用纯电行驶100多公里 所以这是省钱的一个选择 如果是没电的话 咱们在亏电状态下跑 百公里五六五五也够用 因为你也提到了 说平时有150公里高速的一个需求 同时我也看了一下 新出的霍卫剑07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是一个SUV空间比较大 你这个预算可以买到205公里的尊贵型 245,800 相当于你那150动力的高速 基本都用纯电行驶了 想想这样是不是挺省钱的 而且这两车型 在配置方面比较够齐全 同时像这些什么加车辅助 都给你配齐了 跑高速更省心一些 那像你说的 这个家里推荐买1S200 我觉得也没问题 就只要是你不太在意这个品牌影响力 毕竟是雷卡斯豪华品牌 我觉得能接受这个品牌 这车值得选择 用着省心 那同时开始够舒服 另外就是咱们讲 动力 咱承认 确实比较怂的那一个 如果你不在意动力 这车可以考虑 如果你在意动力的话 我也建议可以看看像 World War S60 首先这个车 你可以买到B4志愿豪华版 指导价33万9千8 中断给点优惠 基本优惠个七八万 问题不太大 所以裸车价格 能压到267 落地30左右 没问题 这车就首先 完全配置够齐全 握而握 配备全套的LGR辅助 跑高速而很轻松的 另外 全体上还配备有 全车的VL进入 9英寸中共屏 带CarPlay 可以说整体 从车型定位看的话 更适合年轻的朋友来使用 所以说选择 看你用省钱的方式的话 你买差点混动 短图用电 长图用油 对吧 综合来看 S200是个波色的选择 但是你要如果对于动力 有要求 可以多看看S60